引领我国朝向中工业发展的国家汽车公司普腾 在获得政府15亿令吉的低息贷款之后 将会在短时间内进行改革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纳德斯里姆斯达法今天指出 包括他在内的两名内阁部长以及特工队负责人 将在下星期亲自会见普腾高层 进一步商讨普腾的转型计划 他也强调政府注资拯救普腾 显示他们并没有拒绝扶持国产车 国际贸工部部长穆斯达法今天在吉兰丹透露 他将在下个星期连同首相署掌管经济策划单位的 部长Nadu Aduhwasi以及表现管理和传递单位 首席执行员Nadu思里伊德利斯一同会见 多元重工业和普腾的管理层 让他们了解内阁为普腾制定的行动方案 穆斯达法表示 那个在星期五的会议中 批准了一笔15亿令吉的DC贷款 让普腾付款给供应部件的供应商 这一连串的动作表示 政府并没有拒绝扶持国产车 同时政府也关注普腾一万两千名直属员工 还有另外五万个为普腾供应商打工的雇员 除了为普腾提供DC贷款 政府也将成立一个以伊德利斯为首 涵盖政府和私人界代表的工作团队 找出普腾的弱点 确保普腾的改造方案成功落实 不过普腾必须遵守早前所同意的 获取DC贷款的几个条件 包括让政府了解该公司最新的业务模式 以便让这家企业更具竞争力 NTT7综合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